有点市政府教育教家庭教育中心主办的祖父母节活动 除了有宝宝抓住的安排之外 现状还可以看到很多刺别的冲冠游戏 而且这些关卡与豆腐全部都是由祖孙再会讨论 广东设计出来的相当不简单 好那我觉得在这个过程当中呢 就可以看到祖孙一起会来讨论他们要怎么去做这个东西 然后祖孙通过这个活动的一个设计的话 也可以增进祖孙之间的情谊 好那我们今天的活动又有另外一个就是我们有一个宝宝抓住去 那宝宝抓住去的话就是邀约我们满周岁的宝宝 然后由他们的祖父母还有他们的家长一起带着宝宝一起来到我们现场 然后会由我们的市长还有我们交易局长会来做赤证文昌米的活动 阿公阿嬷的年代因为没资比较缺快跟现在的生活困境是差很多 所以借到交流可以让孙儿了解阿公阿嬷的年代毕竟 冲着祖孙最感的活动也就是带新祖孙的感情 然后我外公小时候就是没有玩具所以就砍竹子然后来做竹枪 然後用橡皮筋綁一綁 然後就變成獨腔可以玩 就這個機會來教這些孩子 看阿公那個時代 這生物是怎麼自己做 所以來教這些孩子來做 也可能這些孩子可以自己DIY 不用補包都用費 非常感謝我們台南市政府 家庭教育中心辦這個有意義的活動 申請我們家庭三代同堂 和樂融融 特別的華東安排在家鄉家庭三代的參與 讓人家的結婚式流來更為興 要在大家心裡留下一個美好更難忘的會議 那那是我們店家三代英雄新亞庫 彩虹不得